鱷魚店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持續為各位介紹酪梨的劈接 那我們這邊有一顆石森的酪梨苗 那已經蠻大顆的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劈接 首先呢我們將酪梨那個枝木上方剪斷 那我們在做操作的時候 我們都有將我們的刀具 用那個酒精做過消毒 劈接很簡單 而且那個過的機率蠻大的 這支支條是我們從已經灼火的酪梨的紙上面取下來的 我們選擇製作上面有啞點的地方 我們將接碎斜切 取適當的長度就好了 如果接碎與針木的那個粗度一樣的話 那兩邊的形成層都可以對到 那因為這顆針木比較粗了 所以我們選擇對到一邊的形成層就好 接好之後 我們用膠帶 這是一般五件行在賣的膠帶 將它緊緊的 讓它 緊緊的捆住 讓它 能夠固定 鱷裡架接 算蠻簡單的 所以我們用的材料 不會 非常的 在乎 有些人就用竹筷子的外面的那一層膜 也可以做架接 那接碎的切口 還有這個針木 上面的這個切口 我們待會用十二模 將它封住 避免它水分的一個流失 好 我們這十二模 將接碎 還有針木 的切口 做一個 爆炸 過與不過大約在兩三個星期就看得出來 如果我們的接碎沒有黑掉 然後 雅典還是綠的話 那表示就已經過了 那就只要等待止擊它 雅典萌發 那就可以了 好 這是今天介紹的 酪梨的一個切接 好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訂閱 按讚 並分享 以上介紹 拜拜